非洲豬瘟 這...是不是 老闆送我的不知道是什麼 這是臘肉啊 你是立了什麼大功 以前大家沒做好非洲豬瘟防疫 整個亞洲都沒豬了 原來都說是比松露更快的豬肉啊 太難得了 我開酒來喝吧 不是在賣臘肉這技能是 官方宣導非洲豬瘟防疫 穿越時空 場景設定在二十年後 如果防疫失敗 二零三八年 亞洲豬全沒了 短短三十二秒CF PO在陸委會粉絲頁 獲得超過三百則留言 兩千三百次分享 是陸委會粉絲頁 至今最熱門的貼文 原來都說是比松露更快的豬肉啊 網友大戰男主角這位爸爸 抱著臘肉摩擦臉頰 太有喜感 公部門有進步 建議表揚這種人才 不得被埋沒 還要求集合政院所有部會 大家都要觀摩好好學習 直誇明明是政令宣導 卻讓人想一看再看 開酒來喝 討論熱度樓歪道 網友好奇說好的酒在哪裡 小編留言真是觀察入圍 可是不能鼓勵喝酒啦 包括女主角的挑選 網路上小有名氣的墨熙 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為影片加分 政府決定 從這個月二十五號 沒有繳清華館 就不准入鏡 行政院長蘇貞昌 也在臉書PO影片 加重攜帶肉品入鏡的罰則 外籍旅客沒繳清罰款 拒絕入鏡 但 被發現院長影片有錯字喔 蘇貞昌小編回文 法寫十次 防疫士同作戰 政院部會除了前線加場檢查 社群宣導也加足馬力 三天新聞黃大峰許桂雅台北報導